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玩具有玩具》 我是物 我是千豪 我是二三 今天我們要來幹嘛呢 二三要幫我們解答 今天要來介紹去年度 2021年我們買的玩具 吳 今天你帶來的這些玩具 都是你覺得你的命定玩具嗎 欸 不能說是我的命定 但絕對是我的 因為我覺得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過得非常辛苦 不能出國玩 然後又很少玩具展 然後甚至有些人像我就是很少出門 然後其實去年很多玩具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期啊 延期 或是比較晚發售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些玩具 都算是我們去年 個人比較喜歡的啦 不能說它是最好 但絕對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玩具 想要跟玩具人分享的玩具 誰先開始呢 天豪好了 天豪先 第一個要介紹給我們的玩具是什麼呢 我第一個要講的是 日本廠牌 GECO出的 PUSA 2 可動人偶 PUSA 2呢 其實就是 練玩遊戲叫沈默之秋 然後PUSA 2是裡面的吉祥物角色 就是它是一個樂園裡面的吉祥物 可是它都有寫 所以很恐怖 可是它其實 本身造型又蠻可愛的 所以它就是有一種 很可愛 可是又很恐怖 它這個PUSA 2推出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有直容 手跟腳都可以動 然後頭可以拔起來 然後手可以拿武器 很好拍又很好玩的 玩具 而且它的塗裝我覺得都蠻精緻的 就是我蠻喜歡它嘴巴被 血乾掉的那個痕跡 然後它其實附上那些武器配件 都出的算蠻精神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也是覺得 千好這個你要買吧 畢竟千好也是我們的這個 玩色達人 玩色擔當 幫你上字幕 這樣 玩色達人 然後我就是 玩色達人 我就 玩色達人 好 我們謝謝千好介紹的 第一個玩具 我要介紹的是 初號機的 看起來很像爆米花筒 但是它其實是 存錢筒 你介紹一下它上面有功能 好 它的功能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懂我懂 你存多少錢 你就按多少錢 然後輸入進去之後 它會顯示裡面有多少錢 因為就是去年 福音戰士新劇團版的最終章 回為14年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買一個紀念的東西 來紀念這一顆 是在那個 臉書社團上面 用低價購入 用低價購入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各位玩具人 如果你非常喜歡 某些產品的話 請記得要 持續的去關注 那些玩具的社團 因為你會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人 會趁著 某一波的電影上映 或者是某一波 拋售草的時候呢 拋出你心儀的作品 然後呢 你就可以用低價入手哦 因為當初買的時候 賣家是說 這個已經是 可能有10年以上的老物了 功能不確定正不正常 但是我們剛裝了電池之後 發現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銅板的就是從 紙鈔可以存 銅板也可以存 側邊存 你存的頭才不會發亮耶 還會有叫聲 那就是這個純天龍 就是它還可以存紙鈔 我覺得是蠻過分的啦 但是它的紙鈔是要手動 從這裡這樣子 欸手動很讚耶 錄不進去 我覺得它這個功能可能壞了 然後打開的話 就是直接頭可以整個 頭殼這樣子拿起來 算是一個裝飾起來 蠻有份量的收藏啦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 先從這個 我們的扭蛋豪 這個扭蛋呢 是我跟千豪 還有十六 我們三個人 我們的 友情之證 我就知道你們要講這個 見證我們的友情 就是三個人 同時都買而已啊 你不見證友情嗎 你有看過遊戲網嗎 我有在裡面嗎 然後他們會有那個 圈圈 那我幹什麼 不好意思 那這個呢 是這個 日本廠牌 所推出的 那它這個扭蛋呢 其實是做一個復古系列 因為它算是 專門推出高品質轉蛋 跟合玩的一個 日本廠牌 何謂高品質呢 首先 我們就先看到這個 電視機 然後它就是有 紅色的電視 跟藍色的電視 我拿到這個是藍色的電視 它的彈指呢 直接在裡面 提供一個這個 提供的這個畫面 然後你可以擱下 把它放進去 這邊 選台的地方 就要把這個撥下來 它要把裡面的按鍵啊 插孔啊 全部都 非常忠實的還原 它還附上了這個 非常可愛的 遙控器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 手機收音機 這個 我就非常有印象 雖然我這個是很奇怪的粉紅色 其實也可以看到上面的細節 播放鍵啊 快轉鍵啊 或是暫停這些 它連那個刻痕啊 全部 都有 做出來 不會因為它很小 所以它就把這些細節都忽略掉 它還附上了我們這個 錄音帶 小錄音帶 錄音帶一樣 也是可以放進我們這個 手機收音機裡面 這個呢 就是那個算是 我們錄音帶播放器啊 但因為這個呢 我們就比較 沒有那麼共鳴 因為它就是 走一個比較日式的 我們台灣以前的都是 算是西路式 那也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可以調那個聲音啊 然後還有一些切換的按鍵 它都把它做出來 一樣 它有附上這個 小的 我們的VHS的卡帶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 全照式耳機 全照式耳機就是 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啊 那因為它這隻耳機的關係 它還很貼心的 附上一個 算是展示的頭雕 那你可以把耳機這樣放上去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DV攝影機 那這個攝影機呢 就是有把這個鏡頭啊 麥克風啊 還有我們的觀景窗 跟上面的手機的手把 旁邊的按鍵 全部都還原 那它在後面呢 還附上了這個 算是 V掛電池 然後再附上了這個 BETA CAN 然後呢 一樣都可以把它全部這樣放進去 在去年買到 最精緻的轉蛋 沒有之一 那我們就接下來 簽好了第二個 我第二個呢 童年也是要帶來 轉蛋玩具 由日本轉蛋廠牌 奇潭俱樂部推出的 忍者貓咪轉蛋 這個呢 其實也沒有像 剛剛達伯講的 這麼複雜 它就是 五隻貓咪 穿著忍者的衣服 然後每一隻 它們都有穿 不同顏色的忍者服 就是它每一個貓的品種 都不一樣 它面具是可以拆的喔 它面具可以拆 重點就是 它的面具 哇好可愛喔 它的面具拆下來之後 是一個超級水貓貓的大衣服 就是它的面具 就是那種 九尾服的面具 又穿到這種 砰砰的忍者衣 然後 就會覺得 哇超級可愛 我們請二三來介紹 它的第二玩具 這次要介紹的是這個 萬代HG 二寶系列的 青龍珠 它這個算是一個 還原劇中名場景的一個 惡搞玩具 然後它是一個 正在哭泣的達爾 這一幕就是叫做 絕望震動達爾 劇情就是佛麗莎片的時候 它第一次 對抗強敵 宇宙帝王 然後它就是 賽亞人的王子 驕傲就受到那個受創 因為它使出了它的大絕招 但是佛麗莎不為所動 我們這些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新穴 那那時候佛麗莎變血 這些新穴 還沒 還沒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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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就絕望 剛才下尿 不錯 所以這個就是還原它那個瞬間 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叫做絕望震動 它就是在後面有個開關 開了之後它就會 它就會一直震動 一直震動 它就會震動 發抖 還原那個 幹這真的超靠的 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它聲音超大 然後它還有就是 就是附一個背板 就是可以還原當時的那個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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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刻畫出來 甚至還有一些像血跡啊這種 以上就是我介紹的 第二個 絕望震動達爾 那我第二個要介紹呢 也算是一個 擺放的小廢物 tube guy 說人家小廢物 它算是小廢物玩具吧 主要流行於美國的 賣場 然後它就是外面會有一個 就是充氣的人網 然後一直這樣 還萬一有引進啊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縮小版 那時候覺得非常可愛 它這個呢 其實就是它 就是裝那種 9伏特電池 如果是你可以 自己去買那個變壓器結線 就玩給大家看 來囉 挺拔充氣 好像不是很帥 真的 真的是小廢物欸 真的是小廢物 就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風其實就是 應該要再強一點 風力不夠 風力不夠 可是我覺得 它是可以搖擺個幾下 我覺得蠻可愛的 我覺得是很重 好可愛耶 這個超可愛的 好不好 看起來很可憐 但我覺得這個呢 真的是非常蠢的一個玩具 但是我覺得很讚 所以我就推薦給大家 好不好 這個小廢物玩具 這個就是我要介紹的 第二款玩具 第三款呢 來到了 設計師玩具的領域 這是由 日本軟膠廠來的 P-Lock Studio 推出的 mice 可愛的老鼠 那時候看到這隻 這個時候 他們拿到實體 我轉過來看 發現我PP的時候 我整個大崩潰 太讚了吧 對 太讚了 有PP直接把這個mice 提升一個檔次 而且之前那個 玩色達人青頭 所以這個有帶他出去玩啊 然後就把它放在 什麼胸口的那個袋子 放在口袋啊 什麼 我覺得它這個尺寸也是一個 你要帶出去拍照 也很可愛 森林裡面那種 小鬼靈精怪 就我做一個樹幹 然後弄出一個樹林的感覺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它穿的這個背心 它旁邊有縫那個 還有布丁 感覺它真的很像 活在森林裡的野小孩 23的第三個玩具呢 既然天好拿設計師玩具 我就也拿啦 這是一個台灣設計師設計的 它是結合了甲蟲 之前他們這個品牌 也有參加那個 TTF的設計師展啊 它都是走這種比較 硬派的 然後蟲的 其實說實在 你拿這個出來 我還真不知道 你平常收設計師玩具 不是收這種 很寫實的肌肉的刻畫 超帥的 然後還有一些皺褶 然後跟它 塗裝上面有產現一些 非常生物感的東西 它這個是巨蟲冰 紅蓮配色 哦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 他們的世界觀 就是一個在地底啊 然後因為一些 人類的那種污染啊 或破壞啊 我懂 它是那個一拳超人裡面的怪人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玩具的女性擔當 23是喜歡這種類型的 我很喜歡甲蟲啊 像之前轉蛋有出很多 就是甲蟲啊 或者是什麼 就是近幾年算是一個 大熱門 我覺得超開心的 在剛剛拿起來看得到 我覺得最算是 它殼後面的 它那個補丁是用那個 鐵直接焊上去的那種感覺 超級硬派啊 它的表情啊 又很凶惡啊 還有這種獠牙啊 在質感方面的那些塗裝啊 肌肉的刻畫 跟啊 一些細紋的皺褶 它有很多很複雜的線條 去年收到我覺得 很驚艷的一個 設計師玩具 那接下來啊 我要介紹的第三個玩具呢 就是這個 MASS ATTACK 相信玩具人的粉絲 有在關注我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是這個呢 小鐵粉 因為我非常喜歡 它那個B級片 所以這裡面還有超級帥氣的 007PS莫斯奶 這個呢是老玩具 那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網友 他好像在國外嘛 然後他都在國外的 市集看到 就知道我很喜歡 然後他就買了送給我 請問這時候也是哪 也不太好意思 那這個呢就是MASS ATTACK 心臟毀滅者裡面的那個槍 之前有說過很多他的吊塔 他的槍我之前一直都很想買 他其實是有兩隻不同的顏色 那因為他是老玩具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他寄給我的網友 也跟我說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電池放久了 會流那個電解衣出來 那他會腐蝕 其實有時候只要用 拿棉花棒沾酒精 清乾淨 如果沒有深到裡面 沒有太嚴重的話 對沒有深到裡面的那些構造的話 就有機會修復 就有機會修復 那我剛剛已經把電池裝上去了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 一寄來的時候呢 我就先把裡面的 舊的電池先拆出來 他在槍聲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很像大腦的那種感覺 那前面的造型 這完全就是一個 太空槍的一個概念 他有三種不同的音效 這是第一種音效 這個就是呼吸的那個聲音 然後他這邊前面也會亮 這前面都會亮 然後腦袋光也會亮 然後第二個音效 呃... 這個是發射的聲音 發射的時候 就感覺會有那個波 雷射光的 有一個波跑出來 然後這是第三個聲音 就比較像槍的聲音 然後他的發聲呢 是從屁股這邊 所以你在玩的時候呢 就可以很有臨場感 這真的超讚 這個是我去年收到的老玩具啊 然後我之前也是想買 造型、功能、功效 造型、功能、功效 全部都是老玩具的一時之選 那接下來我們請千豪介紹他第四個玩具 同樣是設計師玩具 這是這個是香港設計師009設計的 009鐵粉 009鐵粉 這個角色呢 是009老師 他的太空主題的創作裡面的 第二個角色 火星人 火星人 不禮諾 這次呢 最大的特點 就是他的眼睛 會一直 叮著你看 他就像一個蒙娜麗莎的感覺 假如說我今天進玩具間 然後我掃一遍上面的玩具 然後我就發現他在看我 假如說我今天要出門 我在想我要帶什麼玩具出門 然後他一直看我 我就覺得很有趣 那還不有趣咧 他是有什麼原理嗎 原理 我在想 其他就是因為他的眼睛 是有一點凹在裡面 然後就各個角度 都可以因為他的凹陷 看到他的眼睛 所以變說 他可以在任何角度都看到你 造型方面也是我覺得 他拿起來手感很好 然後圓圓的 然後兩邊有一個小小的 其實很像手 可是其實應該是耳朵吧 對應該是耳朵 我蠻喜歡這種少女的配色 透明 然後漸層到實色這樣子 然後他長得又很可愛這樣 沒錯 這個呢 就是我的第四個玩具 第四個玩具 要介紹的是 台灣人應該都 非常熟悉的 呃應該 對 七八年級生 七八九 九六 九六吧 九六 七八年級生 非常重要的一個回憶 這是一個經典的吊卡玩具 捏面人捏捏球 上面寫捏捏球 他們小時候都講捏面人 捏面人 對啦 他就是一個很經典的 30年不變的這種經典吊卡 他的玩法呢 就是其實有點像黏土 他可以用手捏出一些很不一樣的造型 這樣 他還算是無毒無害 那我把他後面他寫的功能念給大家聽 運用想像力 塑造自己喜愛的造型 動物 臉譜 水果 而促進血液循環 激盪腦力 培養創造力的一個 吊卡玩具 我跟妳講這就是什麼 台灣玩具設計師的 搖籃 捏圓形 設計圓形 就拿這個 從小時候開始訓練 其實這人比較像我們知道嗎 台灣版的雞塊寶寶 那長好久沒捏了 哇好讚喔 欸我怎麼記得以前更軟一點 而且以前比較粉 以前比較粉 沒有但是你玩過了 玩久了他就會變鬆吧 烈的話我們來取卡卡 來 妳告訴大家妳以前是怎麼玩的 噁心 噁心 各位玩具人如果聽到他等一下講的這個玩法 如果妳也是這樣玩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二三知道 大家小時候都玩過這個嗎 那你們記得他是怎麼樣離開你身邊 你只是一般捏的話 他很難捏破啊 不會啦 你只捏捏捏破 對啊 請問你什麼捏破的呢 請問你什麼捏破的呢 我小時候都要吸的 就是很大力的吸 集中一個點吸 然後他就會突起一顆很像痘痘那樣 你這是在為長大的種草莓做練習 對對對其實就像對他這種草莓的意思 對 還可以跟我 對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玩的時候他會有白白的粉 然後我爸媽都說不能吃會有毒 很有趣的 蠻有趣的 怪沒聽過 有吸過這個 在下面留言 大家知道一下 大家找到一個告明好不好 沒錯 那我第四個要介紹的玩具呢 就是我去年跟石油學長一起訂的這個 不准效 每年都會有長達大概兩個小時的這個 新春特別節目 持續好幾年 一直到今年中斷的 因為疫情中斷 因為疫情中斷的一個非常經典 長青的節目 那他那時候呢就是出了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在他們前年的不准效系列 青春高校所推出的這個整人玩具 那如果你長期有在收看不准效系列的話 他一直以來呢都會在裡面 造型 惡搞冰田亞公 或者是我們的松本人治的造型的一些玩偶 我覺得在去年的時候好像是 冰田亞公的壓力球吧 那時候也非常希望他會實體化 星星造型的冰田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也做了一個肌肉的松本人治 松本人治因為腳受傷不能練 他只能練上半身 所以他腳非常的細 然後上半身非常的壯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下半身腳超細 然後上半身非常的壯的樣子 那他做的就是用那種PVC材質 像是尖叫機一樣 一樣的這個效果 就是他們會 他們會像尖叫機一樣這樣叫 兩個造型呢其實都是非常經典 也非常好笑的這個造型 尤其是這個冰田亞公的這個 星星寶寶 絕對是會心一笑 因為他之前有出轉蛋嘛 轉蛋裡面也有這個星星寶寶好不好 沒錯 你就知道這個星星寶寶有多重要 那我們松本人治呢 有故意把它做得再更重一點 可以算是我Top1喜歡的玩具 第二個玩具我要介紹到樂高的 城市系列的特技主題的玩具 這個呢就是樂高在算是2021年 組來一個產品線的系列 所以他就是特技摩托車 然後把它樂高化 他除了有這種人偶加機車組合之外 還有那種特技的場景 我選的這個是人偶加機車的迷你的組合 那這個是攻擊人 他這個就是很迷你 就是只有人跟機車 然後有小小盒子 那當然還有大型的盒組 那可能就有幾個人 然後有一些特技的場景 然後機車跟卡車這樣子 就是都是很可以玩的 我覺得這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他這個就是這樣 你就這樣一直嚕一直嚕一直嚕 然後他就可以玩 這算是那種迴力車 雖然它是一個很小的玩具 其實很便宜 大概200多塊就買不到 可是今天好像長大之後很喜歡這種 可以真的在玩的玩具 因為之前我看到有人是 他自己做一個那種跳台 他讓他飛出去之後 然後轉一圈 然後順利降下來又前進 真的特技 我那天四個晚上做不出來 然後我跟我太太這樣 然後他這樣弄出來 然後他坐到那邊 然後他可以幫我接 然後幫我弄回來這樣 突然覺得那邊會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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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吧 還好吧 還好好的情緒 但我其實我蠻喜歡 因為其實樂高人偶說實在 這種算是特殊人偶的造型 我覺得都做得非常棒 他是小雞人嘛 他的摩托車前面的那個車燈 是一個荷包帶照片 而且是印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非常值得收藏 接下來23的D 好 去年拿到的生日禮物 Iro Studio的 Guru My Precious 然後這個品牌就是 我們之前也蠻常介紹的 玩具人的網站上 也有很多他的介紹 他就是一個 來自巴西的雕像廠牌 然後他就是主打 那個十分之一比例 我收到的這個Guru 是桃華版 他就是還原Guru在他的洞穴 在他的洞穴嗎 在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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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的造型 細瘦 古瘦的母材 然後在水池邊這樣子 照鏡子 對自己講話的樣子 他剛剛這個造型是 他牌頭 然後一個 絕頂升天的很爽的表情 桃華版的就是有追加一個 替換的Guru 很扯嗎 他頭髮是 頭髮是 他的頭髮是 直髮的 直髮的頭髮 就有還原他那個 七疏的造型 還有他背後那個脊椎 他豪華版就是有 椎加一個 可以替換的 倒水中倒影的Guru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水裡面有一個 哇哇哇哇哇 超酷的 我覺得這個超超讚的 這個超讚的 他就是水裡的倒影 他就是用透明的素質 然後裡面在直接弄一個 立體的Guru在裡面 所以你這樣看的時候 好像Guru躺在水裡面看 這個真的是超級讚的 他在店裡面 算是把人心 逐漸醜陋的那個樣子 具現化出來 給大家看 放一丟在桌上 實實警惕自己 不要變成 不可以貪婪 接下來我的第五個玩具人 就是要介紹我們這個 玩具人 聯名 的這個 漢堡君 大家那時候都有看到 我們IG都有PO嗎 但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是沒有PO 就是有盒子什麼 我只是把這個盒子 都帶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為了讓他知道 他的包裝有多麼的讚 打開看到裡面 就是我們這個 銀色的包裝 就是做得很像那種 保溫的食物袋 然後呢 他這個背面有做這個背吧 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就是我們可愛的 漢堡君 登登 那這個漢堡君呢 就是我們去年玩具人 十週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做了一系列的聯名嘛 然後呢 這個漢堡君那時候 看到的時候覺得非常的可愛 因為他是這個漢堡桶 配上我們這個 玩具人經典的紅色 然後這個紅白條紋有沒有 那時候我也是有一件衣服啦 前面吊帶褲口袋的部分呢 就用番茄醬噴上這個 Toy People 然後芥末紅的鞋子啊 配上他這個漢堡桶的造型 這個呢就是我覺得 我去年我覺得買到非常讚的 算是設計師玩具啊 講到漢堡君 當然也不能少炫耀這一隻 就是也是玩具人十週年的 限定商品 對 然後是跟剛剛先來介紹這個 賣死的 Handlock Studio 聯名做的這個 Rio Diablo 其實這個我覺得非常有趣一點 就是黃色的惡魔 其實Handlock Studio 他們其實是沒有做過這個顏色 毛衣上面呢上面寫 Vote for Toy People 其實是致敬一個經典電影 就是叫做 拿破崙炸藥裡面那個 男主角上面穿的那個衣服 講到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應該算是 老闆的私心吧 那時候Kuma 算是釋出了蠻大的一個誠意 就是去跟人家 就是啊可以跟玩具人 聯名嗎 還促成了這次的合作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在PTF玩具展的時候 大家很瘋迷這隻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理解 因為你喜歡的是這個掛 但是這次拿到這個 十週年聯名版 實際賞完之後 就真的覺得他很可愛 所以這就是我介紹的 最後一個玩具 千豪你有沒有 是不是有一個最後一個玩具要介紹 然後你自己怎麼樣 把自己犯的錯講出來 我很想要介紹 我的那個威力可動籠偶給大家 我把他的書啊 狗啊 配件都帶了 可是我忘了帶威力 大家介紹一下 把你上圖片 這個威力呢是韓國廠牌 Glitzway 跟一個5 Pro Studio 推出的玩具 我現在先給大家看它的底座 它的底座就是用那種書本照 威力在哪裡 尋找威力 然後它上面這個啊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拆掉的 隨你換 如果你想要展示威力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的支架放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把威力這樣直接放在上面 除了是底座之外 還可以當成收納配件的這樣 哇 這個設計很讚 它好像這種書啊 然後它的什麼 拐杖啊 都有附 然後它的狗狗 汪汪 展示一下它的可動 就是它的頭可以轉動 然後它的手也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它的可動度沒有到 像那種英雄可動的這麼誇張 這麼寫實 它就是比較屬於傳統玩具的那種 很簡單的關節 然後它的配件 我覺得比較酷的東西是 除了它那些拐杖啊 水服什麼可以掛在它身上之外 它的側背包 可以把背帶跟那個背包本體這樣拆開 所以你這樣可以比較好套在它身上 它的後背包 後背包有強力磁鐵 你可以跟它的這個 強力磁鐵的支架這樣子 吸著展示 非常的強力 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帶來的 最後一個推薦的 國王的威力 找不到的威力 不管是在輸 還是在我們這現場 我們都找不到喔 那這些呢就是我們 在去年我們買的 覺得還不錯的玩具 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可能還買得到 但有些買不到 真的就是不好意思啊 因為有時候玩具就是這樣玩 求一個緣分 長求一個緣分 不知道各位玩具人 有沒有喜歡我們三個的哪些玩具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千好我跟二三這兩個 我最喜歡的 咕咕 喔 很喜歡咕 那二三呢 這個小廢物是我自己本來就有想買的 最喜歡的話 應該是 菩薩褲 喔大家都不要 到底會選我 那如果要我挑一個最喜歡的 我當然就是 還是最喜歡我自己的 這個松本龍子 跟我們冰田亞公的這個 附準校 青春高校 算是一個電影道具的 複製品 好 節目複製品 我選我自己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各位玩具人呢 希望在今年2022年呢 各位玩具人呢 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玩具 大家三個人 也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玩具 這樣我們裡面 才可以繼續介紹更多 我們覺得很讚的玩具 給各位玩具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玩具人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 追蹤我們的IG上面 更多的幕後花絮 那玩具人玩具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那我這次沒有帶來轉蛋作品 就是因為 你喜歡實體扭 對 除非是真的很喜歡 一看就是命定的那種 不然我還是喜歡去逛街的時候看到 然後就扭一顆 享受那種 可能得不到 你之前是不是有在影片上面講過 你以前工作的時候會 會用扭蛋來療癒自己工作的身心 沒錯沒錯 那現在沒有這個困擾了 對 因為玩具人是個幸福企業 佛心哥是 我臉都藏不起來了 我本來就戴口罩 對 難道 謝謝